大家好我是一鸣 今天我们来说说台湾 自从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一来 就一直在往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 她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等等一系列谋独行径 让两岸的关系彻底的陷入了谷底 不过两岸和平统一的呼声近来是日益高涨 团党局为了谋独也是越来越不择手段 竟然直接下黑手来通缉岛内的统派人士 7月6号据环球网报道 台湾的绿美自由时报报道称 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的违反安全法为由 对中华爱国同心党负责人张秀业等人发出通缉 此外呢有些内容还涉及到了大陆的有关部门 当天呢在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朱凤莲就此事进行了回应 朱凤莲指出这些子虚乌有的报道纯属恶意造谣 完全是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 罗知罪名来打压岛内支持统一反对台独的力量 是民进党当局为了谋独搞出的恶劣的政治操弄 最了解呢这个中华爱国同心党是1993年成立的 是台湾地区坚定支持两岸统一的行动派 曾经他们多次被民进党下黑手 在2018年的时候啊 台湾地区举行九合一选举前期 民进党当局就突袭了张秀业的住处 并且指控他受大陆资助参选 现在呢岛内的各个政党都在为了新一轮的九合一选举做准备 那么在这个节目眼上 民进党构陷张秀业的用意其实不言而喻 那就是为了打压岛内支持统一的力量 民进党当局对支持两岸统一的人士来进行打压的案例 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其中新党是台湾地区旗帜鲜明的支持两岸统一 反对台独的政党 那么此前呢 检调机关强闯侯汉亭等人的住处之后 又强制传讯侯汉亭等人 民进党当局以涉嫌违反所谓的台湾安全法为由 对新党纪念军侯汉亭王炳中 林明正等人进行指控 这个案子呢由台北地院来进行审判 案件的审理期间 侯汉亭等人遭到民进党的检方限制出境出海 而且呢限制期是不断的延长 然而侯汉亭等人并没有屈服于莫须有的指控 表示在岛内宣传自己的政党理念 这没有过错 最终呢 侯汉亭等人被宣判无罪 不过呢 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死心 他再次对侯汉亭等人进行起诉 但是在台湾高等法院的审判当中呢 侯汉亭等人依然被判无罪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地区打压一己的做法 根本不得人心 岛内对他们的做法的用意呢 也是看得一清二楚 岛内也并不是民进党一手遮天 失败的结果 其实在一开始就注定了 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台湾安全法 实际上就是打压政敌排斥一己的特殊法案 民进党当局只不过是以此为由 来压制岛内其他人发声 他所谓的民主 还有他的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啊 其实就是谋独的民主 和言论自由 而且更可笑的是呢 民进党当局是当年反对戒严呼声最大的政党 当然近些年呢 民进党却在使用行政权力 肆意打压所有与自己不合的声音 甚至民进党当局使用的手段也是愈演愈烈 为了在岛内推行他们的台独的主张 对岛内的统派人士进行迫害 民进党的这种绿色恐怖 与当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其实没有多少差别 历史给人最大的教训就是从来不会从中吸取教训 民进党迟早也会为现在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民进党妄图通过打压一几的方式来谋独 他终究不会得逞 两岸统一是历史大事 谋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历史的车轮碾压下 任何想要违逆这一大事的人都会画笔尘埃